有一位先生 在台湾一家公司做公关经理 负责接待各国各方来的客户 有一天来了两个美国人 老板就跟公关经理说了 小吴啊 你看我们来了两个美国客户 请他们吃个饭吧 中国人的习惯 客人来了你要接风 客人走了你要践行 美国人来了我们也要请他吃饭 但是老板没有时间 公关经理替我去请他们吃饭 那么小吴说好吗 领了款子就请美国人吃饭 他一想我一个中国人 两个美国人 三个人怎么吃啊 干脆把几个同事也叫上 他又叫了五个中国同事 这样一个六个中国人 两个美国人八人一桌 正好去吃饭 到了餐厅 服务员把菜单递上来 这位公关经理马上就把菜单递给了美国人 请点菜 两个美国人其中有一个在美国的唐人街市吃过中国菜的 他很内行 打开菜单一看 福荣鸡片 OK 点了 然后菜单送到另一个美国人呢 另一个美国人从来没有吃过中国菜 他根本就看不懂 没办法 于是这位小吴就把菜单拿来说 割 割几个 咱们一人点一个 一人点了一道 有点鸡的 有点鱼的 有点鸭子的 有点什么 臭豆腐的 一圈转下来 又转到这个美国人手上 还是不会点 然后这个小吴把这个菜单拿来一看 什么都有了 没有汤 要不你点个榨菜肉丝汤 美国人说OK 上菜 第一道菜 芙蓉鸡片 第一个美国人他认识 芙蓉鸡片 他说yes sorry 他把它端过来了 放在自己跟前 sorry 他开吃 这个这个 这个主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说要不然我们也跟他们一样 谁点的菜谁吃 结果就谁点的菜谁吃 最后上来这么大一碗 榨菜肉丝汤 这个时候连请客的人都觉得 他说不清楚了 已经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 他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他说 哎呀要不然你重新点一个 no 杂菜 柳西 糖 OK 断过来 硬着头皮喝下去 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就能看出两种文化不同的思想内核 是什么呢 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 怎么讲 点菜吃饭这件事情 在西方人那是个人的事 每个人自己的事 所以每个人吃的东西是自己点 自己吃 他也不让 点一道菜很不错 这菜好吃极了 弄点给你吃 不可以 甚至西方人吃饭 甚至是约会的时候吃饭 也可能是各点各的菜 各吃各的菜 各付各的款 各埋各的单 纯粹是个人的事情 而在中国人这儿呢 一旦聚在一起吃饭 就是大家的事情 就是群体的事情 你点的菜 你是给大家点的 你点来的菜也是大家吃的 当然最后买单用不着 大家买 谁请客谁买单 但是如果是各几个聚会 大家抢着买 一到这个买单的时候就要打架 我来我来我来 咱俩谁跟谁啊 你看这是 不分你我不分彼此 这样才亲热 要不然你聚一块吃饭干嘛呢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两种文化思想内核的不同 但是我们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个体意识 什么叫做群体意识 个体意识是这样一个概念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 每个独立的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些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组成的 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 一个不可再分割的单位 由于每个人都是由自己来决定和选择并由自己负责 比方说 吃什么 芙蓉吉片 我个人的选择 我个人负责 扎菜肉丝汤 虽然是在你的误导下 的选择 还是我的选择 我已经OK过了 我喝下去 不要你们喝 你帮我喝我还不干呢 而由于每个人都是有独立人格的 独立人格是不可侵犯的 因此不让菜 那不能说从我的菜盘子里切一块来给你 不可以 和我们中国人是刚好相反的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规矩叫做进菜 上来一盘菜 马上就主人就会 夹一块子给那个最尊贵的客人 放在你的盘子里 你看 多好的东西 大闸蟹 挑个个儿大的 碰巧我不吃大闸蟹 怎么办 这时候我就会 很狼狈 如果是西方人 他就觉得你在强暴他 你凭什么规定我要吃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这是好意啊 是一片善意啊 我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啊 你还不领情 太不懂人情了 所以它会发生文化的冲突 产生文化的误会 而在中国呢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群体 是要向群体负责的 所以在中国你请客吃饭 会不会点菜是一门艺术 尤其是我不知道今天在座 有没有当什么办公室主任呢 这样的角色 这门艺术一定要掌握 你要保证 你点出来的菜是皆大欢喜 还要品种齐全 还要五颜六色 还要丰富多产 还要不超过预定的财政预算 不容易 所以是一门学问 也是一门艺术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里面 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的 它的差异来 比方说一个美国人写信 他一定是最先写名字 就写封信给我 他就写中天 然后才是我的家庭住址 然后才是我所在的城市 然后才是我所在的省份 最后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越是群体的东西 它越放到后面 而中国人是倒过来的 越是群体的东西 越要放到前面 凡此种种都说明 我们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 是群体意识 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 是个体意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